随着热网循环水加热升温,涓涓暖流涌入千家万户。 9月1日,素有中国冷籍支撑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根河市正式开栓供暖。 当地气象部门数据显示,当日,根河市区最低气温降至零下2.6摄氏度,金河镇冷籍村气温低至零下7摄氏度。 虽然市区天气晴朗,太阳高悬,但是人们站在阳光下,却依然感受到一丝两意。 受高空冷窝的影响,根河市9月1号的最低气温降至零下2.6摄氏度。 最低气温出现的乡镇是金河镇的冷籍村,达到了零下7摄氏度,对部分农作物造成了一个氢霜冻的氢冻害。 走进居民区小菜地,部分蔬菜的汁液已经开始变黄。 昨天看天气预报了,咱根河气温下降到零下了,所以预防那个蔬菜冻坏,我们进行了遮盖。 中国冷籍根河市是中国供暖最早的城市之一,供暖期长达9个月。 根河市全年平均气温零下5.3摄氏度,极端低温零下58摄氏度。 这里全年无双期,大约只有70天,冻结期却超过210天。 随着今日开栓供暖,根河市主城区供热面积达212万平方米。 旗下辖的阿龙山镇,德尔布尔镇,金河镇,满硅镇,及豪里堡地区,供暖面积达83.3万平方米。 我们是黑龙江的,来到这里旅游。 今天感到降温,这个天气非常冷,我们穿内有点薄,当时也没穿厚衣服。 但是我们住的宾馆非常热乎,现在都完全供气了,很好。 各个热电公司于早7点27分锅炉点火,15点30分进往工作,于20点30分开始正式工作。 下一步,我们将逐步调整热源,保持保量,完成整个冬季的工作任务。